字幕提供 晚上好 放個音樂 謝謝大任歌TTL送的S2大閃 哈嘍 晚上好 我睡過了 然後我起來就直接塗了個口紅就過來了 就是眼睛睡腫了 謝謝小韓愛喝AD蓋送的S2大閃 在哪 在中心啊 可能是因為頭髮擋得好 晚上好 衛生紙由他提供 晚上好 不能再老去以後 再把過去給所少 沒能同行 同用 謝謝CPC送的秋天的奶茶 好 我剛剛睡覺 然後我訂了個鬧鐘 訂了七點半的鬧鐘 想著八點鐘直播嘛 然後 然後我剛剛睡鍋了 才發現我訂的是早上七點半的鬧鐘 謝謝首顧送的夜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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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刚睡醒就懵懵的 田园老师找我 稍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行啊 什么感情问题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我可以尝试着回答一下 晚上早 早上晚 嗯 好 嗯 对啊 情感电台投稿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弄好 出出遗憾都因为你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 那我也是啊 所以还好吧 也就 太久走 忽然间 我可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吗 夏季单收录曲是什么东西啊 两个算是优秀的男生同时追他 一个是霸道性 一个是卑微型 对不起 不一定回南京 但也有可能会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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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反反复复 反正借口每个人都孤独 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 离开你有没有放处 我也挺想这么远起起伏伏 晚上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一位几天假期 我们享有假期就是每天都在休息 但是就是不想有假期 就每天都很忙 思密翻牌说吧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吧 就是感情这种事情了 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吗 就是要么选自己喜欢 就是年纪小的话就选自己喜欢的 然后到年纪的话就选对自己好的 但是但我说句实话 对自己好 你也不知道会好到哪一天 会好到什么时候 万一到哪一天 就突然对你不好了呢 这也是不确定性的东西 所以还不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反正如果是我 我能不能都不选 但就是年轻人 就是不喜欢了 咱就 对就是 人生漫长嘛 对 就是如果不 就是 就跟喜欢的人谈恋爱吧 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再考量一下 就是再去接触着试试看 就是如果说两个都对他不错的话 就是选自己喜欢的那一个 要不然就两个都不选择 反正如果是我 我就都不选 我就选择一个人快快乐乐 一个人多好呀 想不开谈什么恋爱 不能来犯小偶像吗 为什么要谈恋爱 还有 刚刚问我说 感觉我好久没直播了 我再直播呀 只是 你们可能好久没有看我了 豆姐 谁是豆姐 为什么要去乌镇 带一把土给我 你去南京带一把土给我 我可以理解 去乌镇 乌镇也可以啊 我很多年前去的乌镇 五六年前了 我真的经常播 只是你们都不来看我 也不给我送礼物 开玩笑的啊 没有 没有催礼物的意思啊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水土不服 导致我现在体质很差 但是 因为我从前 我真的是身强力壮 就偶尔会生病 就是还是身强体壮的一个人 而且你们也知道 就是我以前力气很大 不像现在这个手不能提的样子 以前力气也很大 然后小鹿也总被我欺负 谢谢小韩爱和AD盖送的S2大闪 我灰尘过敏 满虫过敏 欢乐骨 什么欢乐骨啊 就是可能水土不服 但是不应该啊 我每年都来上海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偷偷摸摸来看我 不要被抓住哦 我不要冲水 会不会带在身上就好了 食物的过敏源 我桃子的毛过敏 我特别喜欢吃水蜜桃 但是那个水蜜桃的毛 我一吃嘴边就过敏 只要我不碰到嘴就没事 我查了就是免疫力低下 然后贫血 我就是对什么桃子的毛呀 猫猫的毛呀 狗狗的毛呀 过敏 就必须把就是水蜜桃 它虽然很软 但是我还要把那个皮剥掉 然后再切开吃 我买了 买了好多那个郑冠庄的那个什么 红生影 然后还买了 那个婀娇 改天让我阿姨从西安寄点狗头枣给我 柳旭倒真的还好 因为现在也都戴口罩 对因为身体有点差现在 但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以前就是 我有没有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我拍戏的故事 大冬天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啊 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不犯和 我病好一些了 就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 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当时呢 去 一个网剧的剧组 然后当特约演员 然后去了三四天这个样子吧 当时呢 是冬天 谢谢 这个日文名是 那个韩诺吗 谢谢S度大闪 好像没有播 反正没有搜到 也有可能当时的名字 跟后来的名字改掉了 然后呢 就是去那个网剧当特约 演了三四天 之后呢 是在 是大冬天的时候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 就要起来化妆 然后有时候拍到晚上 就是都十点多 十一点多了 然后才会回那个演员中心睡觉 当时 天超级超级冷 我们穿的是民国的衣服 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 又像旗袍 又像那种 你们懂吗 民国的学生装 然后穿着那种 布纳的底的那种 小布鞋 就很冷 露着腿 因为那个衣服是 开叉开到膝盖 这个地方的 然后我就套了个军大衣 然后当时在 在那个茅山上 在茅山上 然后在山奥子里 有一个 一个大片 就是在一个山窝里 然后有一大片 那种空空档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那里面拍 当时刚下过雪 真的下了好大好大雪 刚下过雪 其实刚下过雪 白天拍的时候就还好嘛 然后呢 当时 就 然后 我们就去拍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 就雪都化了 然后就是 鞋底都湿透了 然后穿着那个单衣 在那里面就吹得 头也昏 浑身也发冷 然后脸上也被吹伤了 的那种感觉 但是 就我还好 但是跟我一起去的 那两个姐们 她们就都感冒了 然后脸上也吹伤了 但是 我就没有事情 就三四天回来之后 我也没有事情 因为 就特约赚的蛮多的嘛 也是有戏份的 然后当时我们是一群人 就野民国女学生 在山里 就是 就是 采风画画 然后呢 后来 一个戏份就是 就是说 有一群 士兵 然后来攻打 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路过这里 看到了 一群女学生在这里 就是画画 然后就 对 就是发生了一系列 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导演就 安排我 就是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山 山坡子上 然后这里有一片山坡 下去之后呢 有一个湖 然后呢 导演就安排我 走那个山坡子上下去 然后去那个湖边洗 那个笔 洗那个画笔 然后再拎一桶水上来 之后呢 就拍那个 但是那一条坡子上 全是那种荆棘丛 对 都没有生病 然后都是那个荆棘丛 我当时 因为光着腿嘛 后来太冷了 我穿了一个就是 那种女孩子打底的 那种肉色袜子 但是穿那个袜子 也没有用 就是刮的腿上 全是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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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血痕 之后 对 然后就是 全是那种一道一道一道的血痕 就包括那么厚的袜子 然后包括 我军大衣里面的内衬 全部都划烂了 之后 但是 好的是什么呢 我下去 到那个山坡子里 虽然那个水边很冷 但是我在那边洗笔啊 说干嘛的 我就不用拍 后面的那个就是 后面那个比较 残忍的那个戏份 后来我 提完笔之后 我就没有什么戏了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然后就跟什么导演啊 还有休息的演员 哽得唠嗑 然后身家的演员就拍 就是那个戏 之后他们在那个地上 躺了一天 可能是因为我也没有在 那个冰冷的地上躺一天 因为那个导演 那个导演走过来就问我 说你多大 我说我98年了 他98年多大 我说20岁了吧 然后我19岁20岁了 他说 他说哦 你看着不像 你看着像156岁 没成年的 我说哦 然后他说 他说那这样吧 后面给你个戏份 然后你后面那个戏 就不用拍了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按天拿钱 不是按戏份拿钱 你们知道吗 然后 我说呢 谢谢导演 我说谢谢老师 谢谢导演 谢谢 就他以为我年纪小 我那个时候就看起来 年纪更小 当时脸还很饱满 因为也不熬夜 当年特别饱满 所以当时就 然后就导致我 反正就 但是当时条件 真的很艰苦 因为等到雪化了之后 它和地里的那个泥土 都混在一起 就像那种泥水 然后我们穿着布纳的底的鞋 然后就在里面 踩来踩去 踩来踩去 回去都会有点受凉 然后我就洗热水澡 就没有生病 那回子体质真的很好 不就不像现在 谢谢老姚送的巧克力 谢谢我的老婆 什么团宝贝 送的秋天的奶茶 哪来的朋友 无中生有吗 不是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 我就 也没有说不是很好 你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念 我妈妈说是因为 我开始熬夜了 我以前的作息是早上十点钟起床 晚上十点钟这样睡觉 然后 有时候可能八点多钟就累睡着了 就是这种 然后现在就是 基本上都是晚上练舞 或者下午晚上练舞 真的假的 它很有眼光哦 行 我的老婆 鸡团宝贝 我最讨厌的吃的水果就是苹果 不知道 反正我一直都不熬夜 然后来了 这里才开始熬夜 之后身体就开始越发不好 而且 小鹿说我 就我们之前嘛 他就是我在中心就待了很久 我一个多月没有出过中心的门当时 然后小鹿 他就看我从他第一次见到我是雪白白的一个人 到最后就暗黄到不行 之后他就跟我一起 我们去外滩转了转 然后出去玩了玩逛了逛街 然后他发现我一出门就变白了 一回中心 整个人就蜡蜡蜡蜡蜡蜡的 就是 就一出门就变白 然后回中心两三天就开始蜡蜡蜡蜡的皮肤 就不知道为啥 外表一人 望尘心却荒芜 数不尽遗憾 多么无辜 我不爱孤独 她偏偏成虚恶 细卷我来带走我幸福 我就很喜欢晒太阳 但是中中心又不怎么晒得到太阳 谢谢我的老婆 集团宝贝送的秋天的奶茶 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天 我早上以前就是实习的时候 十点钟上班嘛 然后我经常出去晒太阳 对我相信光 对啊春天了 今天天气好好 我就看了看 外面的天空 然后我又回到了周星 去小白布买了瓶奶 什么叫春天奶茶 算了吧 我不喜欢寄人多的地方 拍的太刺激了 我怎么了 怎么就刺激了 谢谢小孩和伊丽甘奶送的艾斯多大神 好拜拜 回来看那个叫什么 不知道叫叫什么 回来补党 什么叫很六七七前辈 千千前辈怎么拉 我和六七七前辈是吧 你从早上跑到晚上吗 我怎么变了 我不一直都是LSP的形象吗 很晒是吗 就感觉外面天气很好 我特别喜欢春天 但是我4月2号有好多首歌 然后我2号跳完了之后 对我是LSP 你们真的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的那种人吗 我不是 好好好 还在供呢 2号还是打全4号位 然后 然后 然后一二首歌跳 增锅的 三四首歌跳匆匆前辈的 然后 六七八首歌跳 是不是六七八 反正就是 瑞斯大 玉岩 比安花跳 五折前辈的 最后一首歌跳 毛毛前辈的 我不是一个嘴炮的人 说到做到 就没有不敢的 只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我这个人就是面怂心不怂 啥这么厉害了 就差一首重生计划 还能在一起做 无言 小气 生 明时空 晚会走 看看 断 在 平生 或许我 也是 个 幸运的人 有过 从 幸运 说 也是 从 完整 真的全是就各种换位置 然后前辈每次看到我们各种换位置的时候都说加油 其实我之前也跳过一次前排好吧 其实我之前也跳过一次前排好吧 你们都不关心我 你之前没有看过重生计划吗 就有一次跳了两首五折前辈的位置 你们想要我什么造型 哦 那就让二号成为你第一次看重生计划的公演吧 有可能看到我错漏百出 我努力不错 但是就算我错漏百出 你也不可以嫌弃我 因为 养成戏要有养成的感觉嘛 晚上好 可不可以不加头发 就是放下来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发型 就是我最近长胖了 加头发不太好看 我就是怎么胖都不胖脸的类型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很少胖脸 就是这个地方是不胖的 但是会胖到双下巴上 就是胖到边缘上 我性格其实真的蛮好的 就是大家看着我好像觉得我不是很好相处的样子 其实我真的蛮好相处的 大家多来跟我相处相处就知道了 瘦了八斤都没胖脸 那再加油 你在二十斤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就是我奶奶啊外婆啊还有家里人 就包括我以前上班的同事 就是在我来上海之后跟我说的就都是同一句话 他们说就是说让我不要傻乎乎的 让我也不要多说话 让我就不要不要太亲信别人 他说我太容易亲信别人了 这你们怎么都是从那时候知道我是个憨憨的 吃什么药保守减肥药吗 千万不要吃 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有点直来直去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太直来直去了 就是直给 这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有点没有文化 不太知道这两个药是干什么用的 对我觉得白羊座都是这样 而且白羊座是那种 就觉得自己觉得好的 都想给自己的朋友 就永远相信朋友 就永远相信朋友 我一个朋友抑郁吃药发胖 好高啊 好高啊换首歌吧 今天不想听这么欢快的歌了 今年的愿望 愿望会不会说出来就不灵了 当你也可以成为愿望之一吧 不了不了 咱给咱得给三哥让道啊 对不对 虽然咱也没这实力 但咱话说的漂亮 这个是史黄色 就是颜色掉了 我们对的前辈子 我们对的前辈我都去聊 就是有了解过 对 这是第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全世界五百强 收过48应该有很多钱吧 我觉得我买不起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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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你的小饼干 不如就参当我在你身旁 我不逞强 你不掩藏 在这场游戏中 让我们温柔的反骨投降 但是我觉得 估值应该也不会一直那么高吧 好 我第一个愿望是收狗48 第二个愿望是 升堂 第三个愿望是拍戏 哈哈哈哈 我条件你爱 你免不了深夜里肚子心态 我肚子心态 你要我猜 猜不明白 所有有白是你固有姿态 一个火柴 还是 无法翻译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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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的愿望 大家不用说我有理想 我这个人有时候还是非常嘴炮的 我在西安看那个兵马俑的时候 有看大家还在里面修复 我的愿望是几百年几百年后活在壁画上 这个疫情可能还是会反反复复一段时间的 大家还是要好好戴口罩 然后 疫苗要去打的 嘴炮 归嘴炮 愿望得你们帮我实现 哇你们的愿望都很伟大 就是一开始都预约好了 然后又取消了 然后打算过几天 看哪天有空去打一下 如果真的有个跟我长一模一样的 那或许就是 怎么说呢 或许就是 轮回转世 说不定上辈子我是个大将军 你可以给自己找个定位 虽然我还没有给自己找到定位 啊吃药不能打一秒 那我 过几天再打 那那 那等到二号结束吧 那个狂犬 对不对 那个 新冠疫苗 有太多感慨 需要释怀 再慢慢放开 可在续写空白 人生人海 总会存在 哎呀 我未成年喝什么酒呀 不喝酒 不喝酒的 那感觉我们被什么东西 集体给咬了 像什么丧尸 什么的那种阵营一样 我不想看 我想当个聪明人 但是 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可能了 哦 二十四小时不能洗澡 去完人流量大的地方回家不能洗澡 我不想打了 我得洗澡 我受不了 不是呀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很多很多人了 就打疫苗的地方肯定很多很多人了 所以回家必须得洗个澡呀 但是我也听说了 说二十四个小时不能洗澡 说就是怕伤口感染之类的 我也听说了 哦 我之前有一生朋友 在ICU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就是那种 像薄膜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直接贴在胳膊上就一点水都不会进 我信啊 我什么都信 楼上的很伟大 伟大 你就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伟大的人 我之前看过一次面相 然后 我之前看过一次面相 然后 又说我这个人 很好骗 然后又说我这个人 忘夫 啊 那你要不就多看几个 不要相信一个人 这等着是等不到的 除非你一直努力 算命会把命算薄的 就算薄的 感情坎坷很正常 算命的还说我大概会三十六岁才会结婚 我找了一个批八子很准的先生 很贵很贵算的 八百块钱 他说我三十六岁之前都在工作上 就是都在工作 然后到三十岁往后才会 趋于稳定 然后到三十六岁可能才会结婚生孩子 不是说支硬币知道满意 就是这种不好的 你肯定要多算两个 然后看看人家说的到底是 骗钱 想让你买这种东买东西什么 破财消灾的 还是说 呃 就是说的是准的 如果是准的话 是有办法好像化解 或者说怎么样的 要不想想就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咱多活久一点也挺好嘛 对不对 世界这么美好 然后算命的还说我七十多岁的时候 七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我的伴侣 还是我可能会 我的伴侣可能会出轨 然后我说咋了 他有夕阳红吗 我说我七十多岁 我已经不在意他鬼不鬼了 对 活着看我收购四八 七十多岁 我想如果七十多岁 我不在乎他出不出轨了 能什么样啊 全是偏浅的 这 七十多岁 谁还在意这个呀 七十多岁就想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把钱花完 76岁跳不动广场舞了吧 对 76岁我可能跳不动了 我可能跳到三十岁 就差不多快废了 十七 一个节 二十一个大节 那你有碰到这个节吗 你叔叔 典范 我没有去查过我自己的 就是我没有去看过任何心理医生之类的 好好活着宝贝 活着比什么都强 活着我们可以打麻将 谢谢守护送的S多大闪 我会打麻将啊 南京人很爱打麻将的 南京麻将非常好玩 不要相信那些 我命 由我不由 这叫什么 我我我命由我不由天 啊 我不会上海的翘翘麻将 我下次学一学 对因为我麻将其实还挺厉害的 就是其实是比较小赢的那一种的 谢谢小韩爱和ad盖送的S2大闪 谢谢守护送的秋天的奶茶 我觉得南京麻将最好玩 哟 头像不错 其实我来了上海之后倒是很久没有吃过鸭血粉丝了 然后上次吃了一碗鸭血粉丝完全不正宗 太难吃了 伤心了 现在想回家 四川麻将也挺好玩 但是我更喜欢玩南京麻将 就是可能更熟悉那个套路 不要吃盐水鸭血粉丝 不要吃盐水鸭吃烤鸭 南京烤鸭非常好吃 它是烤完了之后把它沾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泡卤水 就是你要去那种就是小店买 然后它那个鸭子好吃就很好吃 然后它那个鸭子好吃就很好吃 会 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就实习的时候 然后就一群都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 然后我们有时候下班了就会去打打麻将啥的 但是也不常打 就是 因为我不太爱玩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唯一的活动 就是我喜欢的活动就可能是 跟朋友约约下午茶 还有打打麻将 然后我就会赢钱 我就 哦还会榨金花 我榨金花也是赢钱的 因为我很 就像 就像骰子这种东西 我就还挺厉害的 因为我比较飙 就是我比较敢 就大家总觉得我说的都是真话 就比较相信我 就会输给我 就是我特别会吹牛 你知道吧 就特别特别能吹 一点正直 为什么老去南京博物馆 你学的是文物专业吗 对 然后 然后 就大家每次都说不信我的鬼话了 但其实我这个人真的不会骗人 我就是比较敢 我就是喊到最后我自己都相信了 我是真的挺正直的 我是那种就是喊着喊着 我自己相信了我自己 不是为了骗人 哦 我狼人杀 你知道吗 就是 颜娜 插队的颜娜 然后还有小鹿 当时我们就十四七声都还很全的时候 我们玩过一次狼人杀 小鹿被我堵得哑口无言 然后颜娜 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已经回家的女孩子 然后 被我就是一个被我嗓门压的就是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生气 然后颜娜从头红到脚 红得像一只小龙虾一样就跟我玩的 我嗓门又大 对我就坚信我自己 对我剧本杀基本上就是如果我是凶手我都能赢 但是好久没玩了就不太会玩了 不行呀 我是小后辈我不能跟前辈用嗓门喊的 就是我逻辑我有时候会突然一下子逻辑比较清晰 你知道吧 就是但是经常会不清晰 就偶尔会突然脑子清晰一下 然后我就会特别的逻辑整密 我一整密的时候我就特别相信我自己 我就觉得我就是天选之子 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 就是谁怼我我怼谁 谁怼我怼谁 反正你也怼不过我 密室逃脱我不敢玩 我胆子小 不行不行 我我这个人比较恨不能跟前辈狠 别恢复狼人杀等有一天我成为前辈的时候我们才狼人杀 三个好可爱啊 不是我说的是哪一天我成为了大前辈 就是想跟谁吼跟谁吼的时候 差不多 要等很久了 差不多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就是独言 这不至于不至于 因为我们对我想一下 就是温温前辈 于正前辈是二期的 然后曾锅是四期的 滴滴滴前辈 小马前辈 然后 田书丽前辈 然后 Coco前辈也是四期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五六期的 然后再往后 再往后 我也不怕鱼子跟邱如啊 曾锅五期啊 曾锅五期的 曾锅五期的 曾锅不是四期的吗 曾锅怎么越来越小了 你想 柯柯前辈 宇滴ner 许资前辈 邱如前辈 我都不怕他们呀 就 对啊 不要说出句啊 然后剩下都是 差不多就是五七到五七之前的 然后再往后的就很少了吧 基本上没有谁了吧 第一好好听 你去补补我的当了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二七的 他每次跟我讲完我都说 曾谷你明年毕业了 他每次跟我讲完 曾谷你是不是要毕业了 然后他每次都很无语 他每次都很无语的回答我 淼淼前辈我也不太怕 但是淼淼前辈我很喜欢他 我就不跟他刚了 毕竟他是狮子座 不不不 我可没有淼淼前辈啊 也不是怕 是尊重 虽然很多跟我差不多大 我们对除了七七之后就是十二七了吧 还有哪一七啊 对是尊重 是爱戴 我不怕 但是没有必要 就是我很尊重前辈 你这么一算 你这么一算 你这么 小鹏前辈是几七生 看前辈我们要说前辈好 要鞠躬九十度前辈好 今天有S队公演 今天有公演吗 不可能吧 今天星期几啊 这星期一 这又骗我 阿力射不带你这样的 没事 小鹏前辈我也不害怕 我可以以暴之暴 没有 他不是暴 彼岸就彼岸吧 那我就不上公演了 没事 就是哪他今天有公演 对 老师就没有吩咐 我要上的话 就是我也不用上 对 不就是扣钱吗 谁稀罕这几个钱 稀罕呀 要扣我的钱 我自己要猴头大哭 哪个前辈看我直播 真的有前辈看我直播吗 拉倒 拉倒 什么MC 我不上 啊 这 这 那前辈怎么都不跟我说句话呀 打个招呼 我们的故事就 就就就认识了 对不对 哎 可能是我没有吸引到前辈的注意力吧 我的直播一定很无聊 行 因为我这边看不到 开评语音是什么 前辈好 前辈好 不是 有意义 有意义 在哭的梦 开屏视频是什么 我没有看 因为我开屏视频 就开屏语音是关掉的 因为我之前总是在路上 突然打开四八 然后我就非常的尴尬 之后我就把开屏语音关掉了 你又来了 你个变态 这就是开屏语吗 想要我模仿什么感觉的 是破口大骂型 还是邻家姐姐型 还是 那个什么 小萝莉型 你才是 这 那我得退出去了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聪口大也行 你又来了 你个变态 是这种吗 谢谢洛欣之恒送的秋天的奶茶 沙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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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尖吹 吸尖吹是这个吗 不会唱 还是什么村口洗头 他妈妈 不喜欢我 因为我是洗头的 主题是谁 主题是谁 这 啊 啊 对 前辈 前辈好 前辈好 不碰瓷前辈 我都是拿年纪压人的 你们知道吧 我说你们要遵老爱幼 好 下次去看一下 那我觉得这句话 应该就是很萝莉的 那种说才对吧 就比如说什么 你又来了呀 你这个变态 啊 比我小的应该 很多吧 谢谢小韩 爱和ad盖送的 s2姻缘棒 让人家是软妹啊 人家是甜甜的妹子 怎么会像中口老大爷一样呢 嗯 谢谢我的老婆 鸡团宝贝送的 s4大伞 谢谢 http 送的 s4大伞 不要害怕 姐姐姐不吃人 我不吃人 不满你们讲 我就没有看过前辈们 直播 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看直播 我除非看吃播 吃人被发现了 行那我下次看某某前辈 主要是我真的很能吃 你们知道吗 我特别想搞吃播 但是我吃不起 就我太能吃了 你占据我时间 穿过在身边 是不是 只把抱歉 再说一遍 你还是说了 再见 你还是说了 再见 其实我之前吃的很多 只是后来不能再吃那么多了 那你可以去问问有秒前辈 我是不是真的能吃 对我现在不能吃了 就是 我现在 就是吃的有点胖 所以快夏天了 就不可以 哈喽 你知不知道到后来 就是我们吃完饭 然后去海底捞聚餐 前辈们都不想跟我坐一桌 他们都 就是 小鹏前辈 还有小爱前辈 都不愿意跟我坐一桌 说跟我坐在一桌吃不到肉 谢谢孟婆送的15个S2搭闪 这首先得 我能请得起 就是 能请得起 但是 就是 能有资格请 对因为我 就是 其实我真的很能吃 但是 我是控制自己的那种 我真的不能吃太多 现在 因为我 来了上海之后 就开始发胖 以前是吃多少都不胖 那我就在当场嚎啥大哭 我说 三哥 请我吃个饭吧 没有钱 知道了 不吃冰扎死肉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肉 熟没熟 但是我要快速的吃 因为我怕我吃不到了 然后就发现 他们都没有吃到 晚上好 就 我请客你出钱呀 你是S队大前辈 你是S队大前辈呀 那也可以呀 要是 要是前辈愿意陪着我洗碗的话 我觉得也是我的一种幸福吧 如果前辈愿意陪我 就是我洗碗 他站在旁边陪我 别说吃了 别说吃一顿了 吃两顿 谢谢我的老婆 鸡团宝贝送的S队大神 那我就光荣蹭了一顿饭 哎不要脸 我好不要脸 我会叫王秋如 前辈吗 那当然是秋如前辈啦 我特别特别尊重前辈的 我每次都是 前辈好前辈好 我都不敢大声跟他们说话 我每次见到他们 我鞠个宫 我就塑到角落里面化妆 是真的 我都不敢说话的 我说了我不怕 但是我很尊重 是孩子呢 也是前辈啊 就人家 对就是很尊重的 啊追杀小鹿啊 那你是没看到更狠的 我把插队的小凳真的是 我说几句话 小凳就能给我气得 无语凝念 我胆子很小的 啊我还揍过曾锅 真的假的 谁特自立啊 我吗 啊 我想起来了 我还去 我还去那个 我还去曾锅的碗里 抢他的吃的 我说我要吃一口 哎呀暴露了暴露了 不挑战 云姐是几七声啊 不是主要不是怂 是我跟云姐就没有接触过 你们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跟我没有接触过的人 就是我会比较尊重前辈们 就是也不可能随意跟人家开玩笑 对不对 邓讯月再长十年 他也斗不过我 我还在等待 就算你不在 我还在未来 寻找人海 真的不能再一次 再一次遇见你 在一起 在一起 没距离 别在我手 传播龙后地 龙后地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爱 当我穿越 城市所有寂寞都希望爱 好的好的 好好写作业哦 拜拜 好的我知道了 我云姐 永远是我云姐 我三哥 永远是我三哥 虽然 虽然都没怎么接触过 但是我很喜欢他们 我为什么没事干非要自己作死呢 我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真的吗 那我下次做小饼干送给云姐吃 嘻嘻嘻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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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帅 就是会流鼻涕还好啦 播到九点四十我就不播了 嗯 哈喽 欢迎小玲玲 别说八天了 来了上海好几个月了 就没有好好吃过饭 上次前辈过生日 抢个冰渣滋的肉 还要被大家记得 孩子真的过得挺苦的 别在这个直播间哭穷 真的 我都不想说什么 太惨了 算了我坚强 我不能哭 我要在大家面前表现出 就算没饭吃 我也很坚强的 就是这个形象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出现 他不管多远多难不顾一切在我身边 摤口背的指线 总有一点缴尘 你的小齐 小齐呢 小齐人呢 对 ä ど都凭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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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贝来找你了 咋找人找我这呢 大晚上不回家睡觉 和我相约在未来某天 一定会相遇 谢谢孟婆送的99个S2大闪 小琪你们 哎你们为什么这么冲啊 不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冲啊 你跟暴富一模一样 两个人怎么天天这么冲 好像我这个 我这个口袋房间 像黑社会一样 你咋啦 私信翻牌跟我说一下 我跟你说最冲的就是暴富 超级冲 人家来我口袋房间说一句话 他立马就开始 蹬鼻子上脸怼人家 他不管多远多难 不顾一切到我身边 两条紧线的只剩 总有一点交接 想到这我就不顾一切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好了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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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等某年某夜的某一天某人出现 他不管就任何难不顾一切到我身边